有的时候女的也不直接指向于性 你记得我老看那时候 老看香港报纸老报导 那个港人到内地去嫖啊什么 他也报导有些香港富婆 到这个内地的有些地方找这个 就算什么呢 男 香港的地方叫鸭 鸭 对鸭 对 他其实他这很多 他就是说这女的就是说 哎你搂着我摸摸摸摸我这小肚子 那个呼噜我这小肚子 这女的也就也就这要求 看见景 我觉得根本过去一直以来 所谓的压抑女性啊 还不只是说管束很紧那么简单 就连女性的性欲 都是被压抑的 都是被压抑 女性的性欲要不被压抑了 咱们还能 那也不一定很坏 对不对 我觉得过去是从来对女性 是全方位的压抑 尤其性欲也是 好像女人就不能够公开谈性欲 不能表达 对不能讲 然后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你听到那些 女孩子们女朋友们互相聊 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他们聊这情况 我也听过见过 但我觉得他们那个状态我看到他们聊的那个状态啊 我会觉得挺替他们高兴 因为你看他们的那个状态 我不能明正乐 你看他们呢 那种聊的状态他真的是一种 好像姐妹涛 什么都能聊了 然后一下子放开了 你才知道他平常有多少话 你正是看他那个时候才发现平常 他有多少话不能讲 释放 他有多少东西不能够公开谈 但男的不怕 比如说男的呢 往往在公开场合 就其实还是能够讲 而且有时候肆无忌惮地讲 而且你觉得这里有没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讲啊 就说你看啊 男的呢 比如说老婆出轨了 往往男的没多大兴趣 一定要见到那个男的 但是往往这个女的呢 老公出轨了 至少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女的 他还就我非要知道他是谁 甚至于我非要跟他见一面 盘一盘 你觉得这是 余老师比较了解女性心理 你能分析这种心理吗 这个现象倒是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女的 他要证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是不是变成黄脸婆了 我是不是没有魅力了 我要比一下 看我老公找的神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现在也真不是黄脸婆的年代 我就感觉到 就包括宝强这个事啊 其实要不说你要从 纷繁复杂的这种现象里 你总结 我感觉到女权在高涨 这是很明显的 对 包括那个你看韩剧这种小鲜肉 本质上那个王海琳不是那次讲话 她都咆哮了吗 说现在买片子的 都是各个电视台的中年妇女 这些买片子的 你们都是色情狂 就买这种小鲜肉 但是在这个同时 真相闻道说的一样 就说女孩 尤其是现在这种 80后90后的女孩 说实在的 你盼着她 她都是独生子女 她为了你一个男人奉献 忍受守真操 永没那日子了 你看现在拍的电视剧 很多是满足女孩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挺火的 叫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微微一笑很清诚呢 你知道现在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的是有的片子 就是给女孩子看的AV 就是你想无比的一个帅哥 帅哥永远的很体贴 可以陪着你一晚上看星星 手都不乱动一下 对吧 然后就这样 这女孩你看 她们找一段 你可以看看这个台词 就说这女孩说 我要是洪杏出墙呢 你听这帅哥 哎 标准答案怎么样 让女孩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我们俩的交产 瘍子 我们俩做的 得到 我记得 帅哥的标准答案 你听明白了吗 他不是说你到高一指 你出一个 我出十个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我这个男人对你的照顾 你要想出墙 你出墙一尺 我呀 再往外退一仗 就我 我愿意满足你 给你更大的空间 什么意思 我没太听懂 比如说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出墙 比如说去见人家那个小鲜肉 行 我下一步我就把你送上门 是这个意思吗 这叫做机会 他说的其实也是 他好像就是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意思 他不是摩高 不是不是 就是给你提供机会 给你提供空间吗 我给你把我把那个墙 他往外挪他不乱 你 那算是往外啊 那我到底怎么穿 我没解释个话 你也跟他说 但是我觉得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听懂啊 连句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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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你往外冒出点 我就再挪点 这还是控制 不是不是 不是让他随便 连句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啊 对吧 我就说 要不然的话不就变成 你要找那些 行我今天带你去 不是 我理解就是说 哎 他你一个女人所有的需要 比如你为什么红权出墙 是因为墙里边的东西不能满足你了 嗯 那他这意思就是说 你要觉得不能满足你啊 我把空间给你大点 我把空间再给你大点 我满足你 这个我我我给你更大的园子 就不像你现在有一个小线 我给你找两个 对对 这真是毒药 真是毒药 毒害一代女青年人的心灵 对 你上哪找这种男人家 有这种人吗 这不可能有这种 对对对 这就得管 这就得管 对对 看出咱们四个的岁数了 但是这个很有钱 这个这个 这哪是 这个 这个台词我们听着有点费劲 嗯 就因为没有这 就是过去说这就不说人话了 就是他没有这么说话的表达方式 对 不是就所以说咱就是说咱这没女的来哈 咱就说点这个男的 就是哎 我也听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是不尊重女性权利啊 就是啊 很尊重很尊重 但是现在那天我就看他们一节目 男女两方辩论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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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我觉得有一男的说得挺干嘛 就是说哎哎 直男癌是不好 可是难道你们就要变直女癌吗 对吧 说过去的男权不好 可是难道女的就可以蹬着鼻子上脸吗 你女的就哎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做人的标准 嗯 那天你看阿诚老师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你看啊 就说这么多年来 嗯 你几千年到今天为止 这个你交朋友的标准 还是出不了孔子说的那几个嗯 仁义理智信 你想是不是你为我为什么跟马爷交朋友啊 极难关头就来就场 就这样一 你还是这个标准 对吧 你不能说这么骗人成性 你我愿意跟他交朋友 对 所以 这个标准难道一定是男人或者女人的吗 嗯 难道女人就是啊 因为男人不靠谱 女人就应该不仁不义 就应该欺骗被判 嗯 我觉得是应该咱大家都进步 对吗 就是 哎 你有意见吗 也有 不有意见 那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出轨 因为今天话题重心 你不知道怎么跑到女人身上去吧 他出轨我可以理解 比如就是公众都知道的王宝强事件 那个那个女的叫马蓉对不对 出轨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理解阴谋 就是他这里还要算起财产 这就变成俩事了 这个事都变得比较大 我认为单纯的就是为了情感问题 说你那一天 是不是你出去拍戏 深山老林的半年不回来 我这有点 就饥渴难耐 我这一晚上出轨了 这都还可以情有可原 还可以理解 就换句话说 这事还能往回走 那你今天是一个 如果是一 如果 我们现在如果啊 别有人告过来 如果是一个算计 我们现在已经抛开这个话题了 就抛开这个具体事件 还沿着这个话题说 如果这上面是一个算计 就是我不仅搞了你的人 还搞了你的钱 这事就阴谋大了 主要是这儿 你觉得呢 余老师 我我我比较赞同马爷说的 就是这个出轨是跟那个阴谋 应该是分开嘛 对对对 你分不开的这事就比较大 对对对 现在而且中国人他确实身体的那个禁锢也是太久 所以一旦一旦他尝试到这种身体的愉悦啊 肢体语言的那种互动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沉溺与其中 所以不仅仅是女人出轨 男人也在出轨是吧 这样用以前有有 中国人有句笑话 就是用西方人的语言有句笑话 说我们以前光是讲饮食 所以叫口腔期 很多人没有度过口腔期 以吃为 为最重要的乐趣 嗯 现在口腔期过了 又进入另外一个期 是吧 有人叫肛门期或者叫什么期 青春的那种 对身体语言的那种迷恋 就是所以性有点泛乱 性有点乱 肛门期性就泛乱 也不也不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还是一个大社会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往前眼睛的一个阶段 要经历这些阶段 包括我们以前说身体禁锢了 性资源 性资源是极端的匮乏 现在又极端的过剩 当然我觉得现在是 匮乏和过剩同样的是惊人 所以为什么出轨会引起这么大的眼球 是因为你那种 还有很多年轻人屌丝 包括农民工 他们是处于性资源匮乏状态 所以要看到你们的那种性资源 他们也不匮乏 真的 你觉得不匮乏吗 今天中国这个需求是双方共赢的 那他们怎么解决的 你知道你知道乡下卖淫实贵人就有 这不是我说的 不是那报纸抓的都是那老头老太的那个公园 还卖 是是是 对不对 前两天抓上那85岁 光扶起来公安人员上俩人 半天才把他扶起来 那他要几十块钱 那还嫖子 对对对 那也屌丝们在屌丝们看着他们还是处于溃刷状态 对 当今社会 这毛主席过去说 我就发现你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 找出本质 我总结了一下 我当今社会两大主题 咱们这两天咱们就谈这两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出轨 你想很多新闻 你发现没有 现在是个出轨的时代 而且我说有意思 不是说就咱这四个老甘村 我请了有俩美女嘉宾 本来都挺爱来的 结果临来一听说聊出轨 女都来了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女性比男性容易出轨 马爷这个结论 看着女的没在就可以这么说了是吧 咱不能说男的容易出轨吧 女的容易 现在真的女的比男的还容易出轨 怎么说 好像是有一个 你仔细想这个社会现象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出轨主要是指男性 小性 女性也不叫出轨 人家女性真有这事叫搞破鞋 对 不叫出轨 出轨还算一不错的词 比较中性了 对 出强 红性出强 没错 只有绿帽是专属于咱们的 对 咱这四个老爷们 就是属于绿帽协会开会的 不是 我是说 你和他马爷刚才讲的对 就说出轨这事吧 我现在真觉得女的hold不住了 你 我的朋友有些就是像他这岁数的 其实当然迷恋中国文化啊 说出那个歪理来 你也可以说异一异 比如说那天就有一个就是说 说孔子为什么说妇女必须得给他管住 不是说瞧不上妇女 而是说呢 男女两性啊 女的太容易了 你们就说 男追女啊 隔层山啊 隔道山啊 女追男 隔层纸 他说这女的 要想出轨可太容易了 我今天才知道孔子是这意思 余老师专门研究这个鬼谱 没有没有没有 就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这个解释很牛 但是我确实知道好像是前两年 那个新闻有个报道 中国的一个出轨的数据统计是说 中国的成年女性40%有过出轨史 那成年男性呢 那个数据还没有看到 文道对出轨是比较有理论了 对吧 我为什么对出轨 马爷别有实践 那我觉得 其实出轨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常 就只不过是因为你什么叫出轨 出轨就先假设有轨 有个轨道 有个长轨 对 那么于是你离开长轨就要出轨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真的现代社会 无论不只是中国 全世界都一样 你什么叫做长轨这个概念 越来越受挑战 你比如说以前离婚没现在那么容易 是不是 现在容易 现在很容易 你现在没说买个房都要离婚吗 排队 排在队离婚呢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长轨早就被动摇了 不 文道我跟你讲一个现在的长轨 你说啊 就说是这个多年的夫妻 那么两个人维系婚姻关系 但是同时呢 互相给对方一定的外遇的自由 性自由 你觉得这可以是一鬼吗 现在这也挺多的 在国外 有一种一些那种所谓开放婚姻 不用说国外 国内 有很多吗 真的 所以 我就说 我以为是西方的那些 那四个人在这天天都给我 不是 真的 真的 不是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的 你看香港 要不说他们这个就是海外学者 咱们在香港 我就不能说说人名字了 就是咱们在香港有一个朋友 50岁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境界 这达官呢 那天我跟他说 我说他说我老婆去旅游去了 是吧 去旅游 我说到哪旅游 他说这个什么泰国那边 有个什么和尚组织的一个妇女团 就是好像修身养性 文道也常爱去那个 对 我那 我不是常去妇女团 不是 我这个什么 就有点协 协夺佛教 因为私下聊天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呦 那和尚组织的妇女团 那你老婆可得小心 你说这哥们说出一句话 我就不知道他玩笑 他是什么 他说现在反正我们夫妻俩 早就没有这个性生活了 他说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 如果真有哪个男的 让他得到点这方面的快乐 我也替他高兴 你说他多宽大的心性 也是你的朋友 你们怎么都这么想 我的朋友跟我想法不一路 好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人 现在都已经能这么想了 刘佑老师你 心胸很开阔 对 这个真没想到 这个真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为什么容易出轨 他是不是 是不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原来开过玩笑 我说宋代以来的这个女性 被压抑的太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波反弹 从长洲期来看是一波反弹 再加上宋代以来的中国的男人 确实是阳气不足 然后女性又经过一开放 他想寻找 比如不仅仅寻找爱情 为什么宋代以来男人 就阳气不足了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地质社会 他走下坡路了 比如说汉唐作为一个帝国 他可能是一个上升期 然后宋明是一个衰落期 在衰落期的时候 男人他自然是 是这方面也不行 阳气不足 因为你看 我觉得 倒不是说男人不行了 所以女人要出轨 而且我 但是我比较同意 是女人从来被压抑 这倒是真的 嗯 其实 我们今天说出轨是个女性 好像我们很 刚才讲半天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讲 但其实另一方面男人过去 比如说要出轨也很容易啊 也很方便 我们好像不太觉得那是个现象 为什么今天你说女人出轨是个现象呢 反传统 对啊 他就是反传统 但这个传统恰恰说明过去 女性可能真的是被管束被压抑 被压抑 太久 太久 然后现在社会稍微开放 或者是不叫稍微开放 现在社会就开放 对 您这还叫稍微开放 对 原来有个上海作家苏青嘛 他不是把孔子的那句话改了吗 饮食男女 人之大玉存烟 他断了一个断句 断了一下 叫饮食男女人之大玉存烟 对 这个是有点 饮食和男人 是女人的大玉 对 其实女人非常好色 就是你比如说 就我所知 他们就单独 我有时候八强根听了 女的几个女作家在一起聊天 哎呦 那个黄的呀 我的天 男的我跟你说 咱聊不到那去 境界不够 他们互相 就是女的好像特有一种亲近还是什么 他们互相会谈自己的老公 那个大小啊 长短呢 这都会谈啊 听得你又特别颓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有个现代社会的问题 我前一阵呢 听我们这个朋友圈里人讲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啊 马亚就是可圈可点 他能他在每一步上都说明了今天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福建的这么一个老板 他有钱嘛 那么他有钱 他有家事 然后呢他就找了个女朋友 不是包啊 包就简单了 包养就简单了 不是是谈恋爱 人家也不光是有钱的土豪 也有人家的魅力 就还是跟女的谈恋爱 但是客观上呢 他一半的时间得跟他这个老婆孩子在一起 他有老婆孩子 他有老婆孩子 对 那么这个女的就算是说小三吧 那好 结果到最后呢 就说最后愁的头发都白了 就是就是你知道老房子着火没法救 他爱上一个这么个小妹妹 对吧 最后就发现就是出轨 出疑似鬼急疯了 然后就是说 什么出轨 就这小女孩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很简单 小女孩就是说我也很爱你 可是呢 对 我也跟你结不成婚 对 那你想我怎么样 而且主要是我的时间很难熬 就女人很容易孤独 就我一个人 对吧 你平常也看得紧 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你在家里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所以我就 我就找一个 结果呢 这男的就不能允许啊 不能允许这女的还跟他道歉 因为为什么 这很有意思 你还真出轨 你就走了吧 这女孩不走 所以爱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 这女的找的那个小帅哥 没法担负这个女人的生活 说我要叫我要叫我分析 就是他活不下去啊 他跟着这么一个老男人 他享受的整个这种生活层次 他不能下去 于是呢 又道歉 磕头好又回来 回来呢 又他妈出轨 你知道吗 就是然后这哥们就都疯了 但是他就老男人又格外迷恋上这种青春 叫少爱啊 叫少什么 就处于一种他非常 最后你知道吗 这男的就 我刚才讲包养 最后这男的就是说 我看出你啊 你能这么老出轨 你对我说那爱也是假的 嗯 说咱你一次次的回来 你为什么 你因为离开我你就活不了 所以说 我咱们就给你来一个包养协议 对吧 我一月给你多少钱 你也给我 就是你给我提供服务 而且呢 你不能出轨 就是说 就里边叫道义有道 就是说你 你对我是没能跟你结婚 我也有别人 可是呢 你吃我的 你拿我的 你住我的 你我养着你 就即便咱说包养 你也应该守你的真本分 调约 调约 就是如果您是经济自立的 那我管不着你 可是现在就等于 又把它纳入常轨了 就因为包养这种常轨状态 对 就是最后他发现 原来是出轨 现在就回轨了 就是讲爱情 反倒老出轨 最后咱就讲契约 嗯 我包了你了 什么叫包 包了你就不能在外边再来 对不对 要不然扣工资 那那个女孩怎么样呢 不是就说就说现在的闹的 这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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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那我还会不会 还拿着我给她的钱 还包了那小蒜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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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ko לעoma 我有一回去按摩 那个按摩呢 你怎么叫按摩呀 我去按摩 按摩 我去按摩吧 我去按摩 我按摩肯定我不大习惯是男的按摩嘛 就是这个女的给按摩 这女的按摩呢 因为那个按摩 那个房间都不是太隔音嘛 就听了隔壁呢 那个按摩声就 声音就比较大 比较大呢 是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按摩 这女的岁数并不大 大概也就有估计二十七八三十岁 然后呢这女孩就跟我说 说我们日子苦啊 为什么 男人不好按 男人浑身硬嘛 你得使劲嘛 说那富婆一来呀 笑声就没断过 说给的那小费啊 就给那男孩的小费啊 给的特别多 你说我这办 本来是解除病痛的 浑身疼的要死 让你给按摩一下 然后你老跟我讲这故事 啥意思 就是我得多给点小费吧 我跟你说啥关系没有 对吧 我们是这个合同关系 我多少钱你给我按多长时间 对 那边那富婆呢 就是变成天天来依赖这个事 她说她天天来天天给钱 啊 即一按摩就乐 对 她高兴了 那是格子呢 他就是在家里苦闷呢 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 就是包养的事 对不对 包养的事 苦闷 所以拿着了这个这个 拿着钱出来自个享受 这件事很多 多吉了